有真解愿 大愿愿 引大制度论上的话 于无佛处 赞叹三宝因 三宝因得 即受持 宣说佛法脏语 众生有知 直向法治 沉得其理 故三宝种子 传传相续 常识不绝 这将三宝因 于无佛处 赞叹三宝因 什么叫无佛处 我们要常常记得 世尊在般若经上讲的 没有人讲经 没有人听经 这就是无佛处 那佛说 法就灭了 有人讲经 有人听经 没有人真正修行 这叫末法 末法有人讲 没有人真干了 有人讲经 有人听经 有人真的一教奉行 这叫向法 不但有人修行 还真有行正苦 静宗法门 往生就是真苦 那有讲的 有听的 有真修的 有真往生的 这是真法 那这个地方 没有讲经 就不行了 现在 没人讲经 还好呢 这个高科技 帮我们个大忙 我们可以用这种工具 把发音传播到远处 没人讲经的地方 他能够收看 他能够收听 但于有讲经 有讲经 有 在电视机面前 在电脑面前 有听经 有真修 能不能往生 现在我们没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末法时期 佛的末法时期 存在 没人讲经 末法没有了 灭法了 特别在灭法的时候 佛在那里劝我们 劝我们说 赞叹三宝音 赞叹三宝音 三宝音呢 三宝音就是受持 宣说佛法则 当然你先受持 你要不接受 你要不肯休息 你怎么会讲得出来 这里都喊得有很深的意思 没有受持 而来宣讲佛建 那可不算 为什么呢 那当作学校一种 那当作学校一种 一种过程来学习 那教授 未必受持 你们学生 你们学生想听这堂课 我来跟你们讲讲 他没有手指 这个主要知道 这个主要知道 像方东美先生那种人不多 他真正得到三宝的好处 他从后面山养病回去之后 在山上看到佛金 真生欢喜性 一生都没放下 每一天都佛金 他有受持 他在学校里面讲的课程 全部讲佛金 他要开的课程 学校也不敢反对了 都在听他的话 万年 就二十多年了 在学校里面 讲大臣佛学 讲隋唐佛学 未经佛学 华言哲学 讲这些东西 我认识他的时候 跟他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以智学为主 研究的佛学 但是万年 老人到六十多岁以后 他真正在学校里面 虽然没有诡异 他真学了 其二不舍 从佛学 慢慢真的变成修佛了 他在生病的时候 广青法师 广青法师 跟他做诡异 这也是在台湾的一位大德 那么 那么 实验书 佛学书 佛法藏 这就很重要的一种事情了 众生 由之 直善 发之 这个众生 听众 听见 跟他学习 听懂了 相信了 觉悟了 善根 发现了 智慧生起来了 成德 其理 这是 有形 有正 故 三包 种子 传传 相续 常识 不绝 一代 传一代 相续 不断 有的 你 怎么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